顾先生 您的客人到了 西城 等很久了吧 没有等多久 我点了一些这里的招牌菜 不知道合不合你口味 只要是你点的呀 我都喜欢 你走 我刚去商量的厕所 没想到表姐 你已经到了 锦西啊 厕所在哪里啊 你陪我去一趟吧 好啊 苏妍夕 你耍我 不是收护西城请我吃饭吗 是她请 只不过我也在 你什么意思 你的目的 不就是想和西城缓和关系 拿到三百万吗 但是如果我不在 她根本就不会来 你 我劝你不要太贪心 既然来了 就好好吃完这顿饭 或许这顿饭后 西城会改变对你的想法 她有了不一样的态度 你才有机会 拿到约定的三百万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你在想什么 这种缓兵之机我见多了 见过又怎么样 你的要求我已经做到了 但饭吃不吃 钱能不能拿到 得靠你自己决定 好 但是我警告你 别想耍什么手段 如果我跟顾西城之间 变得更糟 我会让你看见 更糟糕的事情 那我们吃饭吧 好 西城 你好会点菜啊 喜欢就好 好 表姐来家里这么久 第一次请你吃饭 照顾不住 请你不要介意 怎么会呢 你能让我住在家里 我已经好干净了 以后啊 我也会努力为家里做些事情的 照顾好你 和锦西 表达感谢 表姐说得对 一家人呢就是要互相照顾 来 给你盛完美味的鸡汤 来 你干什么 不好意思啊 我手滑了一下 走开 我自己去处理 西城 我帮表姐去处理一下 你等我啊 好 好 表姐 我帮你吧 不用你管 我 密码 妈妈的生日 不是 那是什么 我们的生日 不是 那是什么 是什么 是 有了 是 真急死了 来了 西西打开赫锦西手机了 有什么发现吗 好像都是通话记录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信息 我看看 我好像知道阿姨在哪儿 在哪儿 但是我不确定 咱们先去 如果先找到人 我们就赢了 那快走吧 来 表姐 不好意思啊 今天都因为我 用餐不大愉快 要不然这样吧 我陪你一条裙子 一件裙子而已 谁稀罕啊 不过西城 今天的饭确实不太好吃 要不改天 你再陪我吃一次吧 可以啊 你来花言 公司的加班盒饭 还不做 累了吧 快去起个早早点休息 我去书房 还有事情没有出去玩 别带来了 好啊 我知道了 去吧 喂啊 细细 我们找到阿姨了 真的 是司徒通过贺锦西的 打车订单 凭借出了她今天 去过的几个地方 发现她的订单 连接起来 就在远郊的疗养院 我们已经查到 电话打过去了 疗养院确定 阿姨就住在那里 真的 妈妈就在那里吗 你快来休休溜出来 我再留在门口等着你 好 西城 对不起 那先这样 有消息再联络 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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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西bre